不用這樣子 顧客要離開跟一樓老闆對罵 雙方花了半小時 要買金戒指買到雙方 不換而散 老闆氣到不賣了 在一旁吃飯 這名顧客不只錄下 跟老闆的吵架對話 還留下一心負評 說進一步議價 老闆陪著笑臉 到最後收金式 就丟下一句話 可以接受就購買 不要也沒關係 他要吃飯了 6月30號 一男一女進到營樓 要看金戒指 還帶了一條金項鍊 要來換購補差價 兩人看了許久 最後選定了這紙金戒指 但半小時後 老闆離開櫃台 男子收起金項鍊要離開 男子還回頭 跟老闆講了一下話 雙方吵架 就是為了工錢 男子鄉中的金戒指 5.05錢 金價19200塊 加上了1800元的工錢 總共48260元 拿來的金項鍊 可以換兩萬六千八百一十五元 男子得再補兩萬一千四百四十五塊 他覺得太貴了 第一次殺價少了一百四十五元 第二次殺價對方要求算整數 也就是少一千四百四十五塊 老闆不滿工錢從一千八百元 變成三百五十五元 不願交易 後來因為價格談不攏 就是他要給我 殺價一千多塊 我一千四百多 我沒辦法賣給他 然後我就跟他 有一點稍微 稍微大聲 也跟他說 不然我對不起你 跟這個不要跟我買 去別家買沒有關係 其實那個真的是賠本賣 老闆說一千八百元的工錢 是合理價格 客人殺價頂多給個九折價 這一名男子一口氣要殺一千多元 實在無法接受 沒想到對方先到網路上告狀 還給一心負評 到底合不合理 只能交給大家公平 東森新聞黃蟲群在台南報導 警察盤